這是衛生署CDC公告的公告 當然你如果去查國外的文獻 每個地方的建議都會有不一樣 會有一點點的差別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還是以我們CDC公告的指引為主 只有四類人是絕對不能夠打AZ疫苗 就是第一個對疫苗成分過敏 這個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打第一劑嚴重過敏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意思 施打第一劑有產生疾病 其實這兩個對我量是一樣的意思 你施打第一劑嚴重過敏 第二劑基本上就會建議你換疫苗了 可能要換另外一種了 但是很多人都問我 我怎麼知道我對新冠這個病毒劑有沒有過敏 比如說我今天打流感過敏 或是我以前打過什麼什麼什麼疫苗過敏 比如說我B型肝炎疫苗過敏 我可不可以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我告訴各位是可以的 理論上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兩個成分是不大一樣的 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你要問一下你的醫生 你直接打那個疫苗 你要對一下裡面的成分 但是很多人都根本就算成分給你看 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可不可以對你的過敏 但是我們一般的建議是 如果你打流感疫苗 過敏的沒有太厲害 基本上新冠肺炎還是會建議你打 唯一唯一不建議打 就是你打第一劑超級超級過敏的 那第二劑就不會建議你打了 第三個是18歲以下青少年 有人就會問17歲可不可以打 17歲又11個月可不可以打 這種問題蠻無聊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建議 就是說當初我們國外在做設計的時候 他們只找18歲以上的成年人 因為在國外在做這些臨床試驗的時候 現在大家都知道 Face1、Face2、Face1、Face1 第三季都要試驗 那個是要簽同意書的 18歲以下的人 沒有辦法自己簽同意書 要父母同意 所以他們當然是找18歲以上的成年人 來做這些研究 所以他們做出來 只有做到18歲以上 但是我相信隨著疫情 你這樣慢慢的再全部 就直接這樣蔓延 接下來就會有很多的資料 告訴你說可不可以打18歲以下 但是目前為止 唯定18歲以下是不可以打的 另外就是你現在正在急性嚴重的發燥 比如說你現在正在感冒 發燥到39度 大家不會建議你打 或是你現在有一個那個 蜂窩性組織炎 或是你有一個嚴重的乳腺炎 或是你有一個很嚴重的 一些肺部感染 或哪裡的感染 就不會建議在這個時候打疫苗 所有的疫苗都是一樣 嚴重感染是不會打的 那這些大概是沒有爭議的 那比較有爭議的就是 哪一些人施打AZ疫苗 有風險 各位會講 第一個 血小板減少 或是你血異常的人 什麼叫你血異常的人 比如說血有病的人 比如說有些人因為 脾障天生比較大 或是脾障功能比較強一點 到中間血外減少 但是這種人其實我會建議你打 為什麼 因為你真的因為打了AZ疫苗 會產生問題的機會 比你真的得到新冠肺炎 會致死的機率 真的低很多 怎麼算都利大於弊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只是告訴你說 你打比人家的威脅心高 但是不是說你一定不能打 好不好 第二個 免疫功能不全 這個很多人都在問我 什麼叫做免疫功能不全 很簡單吧 講白話一點 就是你免疫功能不好 免疫功能不全 對於你打新冠疫苗 會有什麼影響 你會因為免疫功能不全 打了新冠疫苗 而產生了新冠肺炎嗎 不會的 因為他不是活著病毒 所以他不會讓你治病 只是說 我假設好了 我們正常人打了之後 打一劑 大家不是常常會有六到八成的保護力嗎 打了兩劑之後 八成以上都會產生抗敵嗎 今天如果你免疫功能不全的話 你打兩劑 你產生抗敵 可能只有五成而已 所以你產生的免疫力 沒有像我們正常的產生的免疫力這麼好 但是其實打這個新冠肺炎的疫苗 特別是AEA疫苗 對人量是沒有什麼傷害的 只是你產生的保護力 沒有正常的強大 另外我要再講 比如說像癌症的病患 癌症的病患 你現在正在打化癌 或是你現在正在做一些標法治療 你能不能打新冠疫苗 你病患上只要你的白眼球沒有降的很低 你當然可以打 只是還是一樣 你這時候的白眼球不高 代表你免疫功能不好 它就是沒辦法產生足夠的抗體 另外懷孕 懷孕的父母 我只告訴你一件事 是因為AEA疫苗沒有做孕婦 就跟沒有做18歲以下是一樣的 就這樣子而已 事實上打的孕婦會怎樣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台灣的婦產科醫學會建議我們 如果你是懷孕的婦女 更建議你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但是他們建議的不是AEA 他們建議的是NRNA疫苗 所以是懷孕的婦女 他們現在建議打的是輝瑞或是莫德納 好不好 就是這個意思 只是因為AEA沒有做這個而已 還有就是正在服依的不幸 假設你真的正在餵小朋友 你可能會打疫苗 答案是不知道 為什麼因為沒有出 我只建議各位 如果你是孕婦 還是遵照我們婦產科醫學會的建議 去打NRNA的疫苗 但是現在我才講一句 現在不是我們挑疫苗好不好 是疫苗挑我們 可以輪到你打 你可以打什麼 就去打囉 所以我認為現在最好的 你問我說 要怎樣挑選自己 喜歡的疫苗 我只跟你講一句話 輪到你就去打 打什麼就是什麼 不用挑 好不好 現在不管打到哪一劑的疫苗 對你來講 都是利多於弊 好不好 就以AEA疫苗 也被人家最過敏 他的效率而言 事實上他也大幅降低你的死亡率 好不好 他可能會讓你 沒有辦法讓你說一定不會得到新冠肺炎 但是他就會大幅降低你的死亡率 所以還是封建各位 如果輪到你了 趕快去打疫苗喔